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格局是什么呢? 佳玉老师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格局是 参灵并守 将相之名 听起来很不错 这个格局是我们常听到的 连灿格会抒发的这个格局 但是它需要回到 路跟柯 画路是原本没有做出来的 画柯是名声跟地位 灿狼这颗心在斗树中的 欲望之心 它有各式各样的欲望 那除了大家知道它是个桃花心之外呢 很少人注意到 灿狼心呢 它有鼠目的这个特性 它喜欢学习 而且会去学习各式各样的东西 那因此呢 它也是科博学的心药 那与人热听呢 又好相处 灿狼呢 它是一颗欲望之心呢 发配到这个灵心的这个谋略跟计算给它呢 如果有会到疾心的话 这边指的疾心是 划科跟划路 那特别是在纸层这两个位置上面呢 就还不错 那在紫卫的这个贪狼心呢 对公会是紫卫心 那雾年呢 贪狼会划路在命宫 更增添了这个贪狼心的好人员 以及能力 那也降低了这个紫卫心呢 在外比较不好相处的这个状况 那几年呢 福德公是做五曲天象 那几年的时候呢 五曲会划路 好那贪狼会花权在命宫 自己能够掌控这个权力 而且呢 还可以增添好的来财方式 今年呢 五位牵移工呢 会有一颗路纯心 好那这个路纯心呢 是可以沉往主心紫卫这一颗心 那增加紫卫心的这个领导的能力呢 而且呢 并且会降低紫卫心 高高在上 不好亲近 不好相处的这个姿态 那同时呢 也会有增添好的机会 那一年呢 紫卫化科 能够让这个紫卫心呢 在外有好的名声 好的地位 那在成位的这个贪狼心呢 对面呢 会是无曲心 雾年贪狼会化路在命宫 增添这个贪狼心 自己的欲望 以及好的人缘 展现出来给人家感觉是 无曲 认真务实的一面 一年呢 紫卫化科 那化科呢 会在夫妻宫上面 夫妻宫也等于是 关禄宫的对宫 那工作在外呢 会有好的名声 跟好的地位 几年无曲化路在千怡宫 贪狼化全在 命宫 在外呢 因为自己认真 务实的一面呢 可以增加好的机会 跟好的缘分 那太狼化全呢 在命宫自己又能够掌控权力 物己生人合格 即便呢 没有会到以上这些条件的话呢 那无年跟几年生的人 也算是还不错 莫娜老师呢 在从接触命理之后 总共呢 有遇到两个命组 然后他个别都是本命就具备了 零摊格条件的人 一个是男生 一个是女生 男生呢 他运线上面当然搭配的 需要走的还不错 所以他在人生的第二大线的时候 也就是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他就开创了自己的公司 成立自己的品牌 而另外一位零摊做命 同样具备条件还不错 运线也走的相当不错的 那位女命组呢 他呢 则是进入他们公司的核心 所以呢 大家在学习格局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但他先天具备这样子的条件 可是也需要后天的运来相辅相成哦 那今天的零摊格局呢 我们就到这边结束 喜欢的朋友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拜拜